大家好,今天来向各位介绍这个口琴叫做布鲁斯口琴 它也叫做十孔口琴 因为它有十个孔 比起我们在东方人喜欢吹的21口口琴跟24口的口琴 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起来比较短小精悍 不过这个布鲁斯口琴也叫做民谣口琴或是乡村口琴 那它所表现的风格十分的广泛 譬如说爵士、乡村、流行、民谣都可以表达 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因为有很多的黑人涌入美国的芝加哥 所以芝加哥可以被号称为口琴之都 那这个我手上拿的这一支布鲁斯口琴 是德国制造的 它是不锈钢 这个音质非常的美 它中间第四孔到第七孔是属于中音阶 那最上面的三孔是高音阶 最下面的三孔是低音阶 那么低音阶跟高音阶 它主要是做和弦伴奏 所以演奏起来很像那个手风琴或是风琴的那个音质 那我来示范一下 我来吹一首Joseph 他所做的作品经常被用在婚礼上面 这是在十七八世纪法国的一个作曲家 很有名的世界名曲 那这个布鲁斯口琴在古典的音乐方面表达我还是觉得不够用 还不如传统的这种二十四孔口琴说起来还是不够用 现在世界目前最大的是二十六孔的口琴 那这是二十四孔已经相当不错了 那一般的二十四孔的口琴都是C调 那我已经收集到各种调所以非常实用 那么这个叫做副音口琴 我现在来吹奏示范一下 这个布鲁斯口琴它的音质非常美 和声也非常美 我试音一下 因为它的表达非常的广泛 可以称为爵士乡村流行民谣的歌 都可以表达它的风格 那么它经常被表达出一种哀怨 田野浪漫 痛苦 身影 这样的声音 所以在西方世界非常流行 好 我来示范这首在婚礼经常使用的这首歌 我来示范 他把它就会变开 在世界上常用的音乐 那我们下来了 我们下来了 有点来说 柳姐姐之后 们下来了 有点来说 的话 我已经到来 来啊 就是 让这个声音 到来 这首歌 说 这首歌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